Youtube上面有自己專屬頻道 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買疫苗這些事情 其實從之前到現在 已經有很多討論了 包括為什麼一開始有便宜的不買 要買貴的 還有包括整個採購過程裡面 傳說有無姓立委介入官說 中間有很多疑雲 到底有沒有人要趁機發國難財 現在立法院委員們 開始追究這件事情 沒有想到開的會議 居然是秘密會議 秘密會議裡面 居然沒有任何的秘密 而且所謂的秘密文件 說要保密10年 甚至最誇張的是 當立法院昨天好不容易 終於莫名其妙的通過了 疫苗採購調閱小組 民進黨說下個禮拜 就要把他封殺了 到底有多黑箱 到底怎麼回事 對 這個秘密會議 其實滿奇怪的 因為大家對疫苗 真的有很多疑慮 因為之前傳了風言風語的 然後各種小道消息不斷 那到現在疫苗我們又沒到手 到底是買到沒還沒買到沒 大家都不知道 國人真的很擔心 所以立委當然要要求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開個會 告訴大家現在進度到底如何 結果他們說 很多東西不能說 所以我們要開秘密會議 據說民進黨非常煞有介事 因為衛環委員會 史上從來沒有開過秘密會議 衛環拿什麼秘密好開的 因為以前都是國防跟外交 是啊 衛環你有想過什麼秘密 有什麼不能告人的 就是毒奶粉有多毒啊什麼 是啊 所以據說民進黨為了去開這個會議 還特別請了號稱 地表最強秘密會議專家 叫羅志正偉 好像專門跑外交的 是 他不過來幫忙啊 對 他來督軍 就是來督這個秘密會議怎麼開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羅志正偉是地表最強秘密會議專家 是因為他以前在酒店 都在研究這個東西嗎 我不曉得 這個我搞不太清楚 可能要再求證一下 然後結果這個秘密會議終於開了 開了之後 大家都上耳機的事言 這裡大家要叫他們簽竊節書 竊節 對 竊節書 你不能把這個秘密洩漏出去 結果你知道一進去之後 他們就講說 因為我們跟廠商有簽約 有保密條款 要保密5到10年 而且是貨到了之後 保密5到10年 為什麼這種東西 要跟廠商簽保密10年啊 我就不懂啊 這個很奇怪 賣東西 對廠商來講 我能夠賣出大批疫苗 我應該在國際上宣傳的 對 因為你看又有一個國家 來跟我買疫苗 表示我的疫苗受到肯定 而且最少5年嘛 是 5年小燕都卸任了 對 為什麼要簽那麼久 我也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 第一個這是不是廠商要求 還是我們自己要求 那第二個 好 你知道這個秘密會議 就是跟大家講這件事 我們跟廠商簽了 5到10年保密條約 所以就沒有秘密了 所以我不能告訴你 那你幹嘛 你一開始就講說 我簽了保密條約 不能告訴你 不是結了嗎 你為什麼要還找羅智政來 這樣才是真笑的啦 在那個現場 真的什麼都沒有告訴我們 他給我們的蜜件全部都是 比你們現在講的還少 是不是 比那個報章雜事還少 我們說那這算是什麼蜜件呢 後來他陳部長就說 不然把蜜件兩個去掉也沒關係 那神經病 所以你幹嘛浪費大家時間呢 那後來當然這些國民黨的立委 就很生氣 所以昨天才出現 昨天的這樣的一個會議 直接的希望能夠成立 所謂疫苗調約小組 對 當然聽說民進黨 又要準備反撲了 可是問題是 就是真的很多疑點嘛 大家記得的話 1月的時候 當時就有傳聞說 吳立委介入疫苗 採購內線交易 那孫大謙當時就批評 檢調睡著了 實際上我們阿財的 豬大的節目上 也找了吳子佳董事長來 不是拿了一大堆文件 告訴他說裡頭 確實有人介入啊 中間有很多貓膩的地方 那到底怎麼回事呢 你這麼想我也滿奇怪的 因為現在衛福部 行文到我們下午的節目 說沒有 我們衛福部 沒有這樣所謂的立委 帶來跟我們做協調的事情 是啊 那他有行文給吳子佳嗎 吳子佳有接到中央 要求他更正 或者是要告他 有相關的狀況嗎 目前吳總統還在等 奇怪 他對我們 他不會欺負那個 挑軟獅子欺負嗎 他對吳子佳董事長 怎麼這麼客氣 我認識覺得滿奇怪 還是他因為吳子佳 沒有電視台 這個我就不曉得 他沒有辦法 把他的網路結束掉 那我們的陳瑞銘審記長 他講說目前看預算執行 AZ疫苗我們不是說 訂了1000萬劑嗎 已經大概付了9億多了 錢已經付出去了 賴斯保委員就質疑說 按照國際管理 假設是五成定金來算的話 每劑就是180塊 可是國際的行情是什麼 140 為什麼我們比人家貴40塊 因為我們還比人家慢拿到 然後要買比人家貴 請問一下到底怎麼回事 我記得一開始有傳說 有一批貨 那批貨的價格是正常的價格 是 後來那批到底怎麼了 不知道 現在沒被曉得 對啊 所以到底發生什麼事情沒人知道 而且BNT也是一樣 國際行情大概30塊美金 我們可能就要買到45塊 那為什麼我們買的都比人家貴 然後結果陳時中 當然立刻回答你 千有保密決定 因此暫時無法公布下 對 我什麼都保密就好了 我全部保密 我覺得王靜宇也可以用這一招 對 他說不過未來終究會公開 他說等到疫苗全部都施打完了 到時候他可以再開一個祕密會議 跟你公開 他今天有個最新的新聞 說連消機會都說 我們PCR的檢測太貴了 是 他說其實應該價格 在3000塊以下比較合理 可是有超過六成都是5000塊以上 當然跟疫苗採購不一樣 可是這些都是錢 是 都不清不楚的 所以這個東西難道 不需要公布給民眾知道 你知道陳時中講說 未來會公布 可是還是要看祕密會議 然後祕密會再告訴你 沒有祕密 他說為什麼 因為違反保密條款 恐怕會斷貨求償 好像一直都有人要阻撓我們 你就把阻撓的人講出來 是不是中國大陸要阻撓 然後去講 我們全部反對他 那又不敢講 那現在到底有沒有人 在發國難財 到底有沒有人在從舟上下起手 這是全民最想知道的事 你們真的不能實話實說嗎 昨天有一個派案教訣的一個過程 就是未還委員會 他突然通過了一個要在立法院 成立疫苗採購的調閱小組 就專門去查到底誰官說 誰在裡面發國難財 但沒有想到莫名其妙 就真的過去了 因為本來應該是民進黨佔多數 而且是絕對的多數 可是就在陳玉珍的主持之下 他就用了很多奇奇怪怪的 這個突襲的方式 但是雖然是突襲 但是一切是按照正常的程序 就讓他真的通過了 讓民進黨立委很傻眼 但是聽說民進黨立委 下個禮拜一就會把他封殺掉 我們先來看一下 昨天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們先來唸第九案 第九案要求衛環委員會成立 COVID-19疫苗採購調閱專案小組 那這個我們這個案子 行政部員前面都沒問題 這個也有問題 那就表決了 點名表決 那委員是贊成反對或棄權 反對 反對好來 蘇小惠反對 吳玉琴 陳寅 陳寅反對 來鄉林四個 徐志榮五個 五比五評手 來 主席決定 贊成 好本案通過 剛剛的秘書有在練 大家在下面要專心聽 開會一定要專心 手上有資料 你們都不看 休息十分鐘 對啊這樣亂弄還吃得下去喔 你還吃得下去 哎呦 哎呦 你以食為天 對對對 都叫幾台來就好了 都叫幾台來嘛 都拍你啊 拍陳玉琴吃便當 民眾比較在乎有沒有公開透明的施政 身為國會議員 身為國會議員休息一下 吃個飯才有力氣去一炒 好 有些觀眾可能不是很清楚 我簡單的大概講一下 昨天開會過程中 原本沒有第九個提案 第九個提案 就是要成立調閱小組 那這個陳玉琴委員 昨天用費勁了很多心思 他前面就是故意講得很說 今天怎麼那麼多案子 這麼輕鬆 讓民進黨的人放下了心防 然後九個立委裡面 走掉了大概四個人 還是五個人 走了四個人 那陳玉琴就發現說 我們表決可能會贏 他就偷渡了第九案 沒有偷渡 我們正常放進去 正常放進去 但是他就唸了 但是是按照程序 有把這個案有提案的理由 都有唸 而且也問了主管機關有沒有問題 陳時中 當然我覺得他比較厲害 他就沒有反應 但是這個機關署的署長 就有反應說我有問題 因為他可能是吸反射的動作 說我有問題 然後陳玉就說 很好啊 你有問題 那我們就開始表決 他就一個一個點名表決 結果發現說莫名其妙 五比五 陳玉就說好 那我投一票 所以就變成就通過了 變成國民黨跟民進黨 民眾黨聯手就讓他通過 民進黨已經傻眼了 包括陳玉在現場也沒辦法 罵也罵不過 怎麼罵都罵輸 所以就是這一個非常曲折的過程 對 其實民進黨後來很抗議 覺得很生氣 他去詢問了議事組的主任 議事組的主任跟他說 不好意思 全部符合程序 所以陳玉真委員在現場 他後來還去問權威 就是周萬來 連周萬來都說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你可以看到陳怡非常的氣急敗壞 陳玉真委員非常氣定成嫌 為什麼 因為耀州剛剛有講 未還委員會 總共民進黨有九個立委 國民黨只有五個 五個裡面還有一個是趙偉 趙偉只有在平手的時候 才能投票 結果沒有想到 占少數的國民黨 居然表決贏任 所以其實對他們來說 是一個面子之爭 剛剛耀州也有講到了 委員一開始在主持會議的時候 其實表現的是 非常感覺很無害的 比如說他跟人家講說 今天好棒 行政機關對這個議案 通通都沒有意見 好棒... 行政機關覺得 今天委員好友善 然後綠營的立委也覺得說 陳玉真今天跟我們站在一起 結果在討論第三案的時候 委員忽然講說 還有一個第九案 議事人趕快唸 然後唸完之後有沒有 趕快投票 謝耀州你同不同意 你是民進黨的 反對 結果就是這句反對 後來他們要抗議就沒有效了 你看後來很多陳菊的抗議 就說我們連那個書面資料 都還沒有看 你就過了 如果你都沒有看的話 你怎麼會去投票 然後又有人說 可是書面資料 沒有發到我們手上啊 不好意思喔 議事人員有唸喔 你們要專心喔 有吧... 那再來為什麼他們這一次 會覺得丟臉呢 因為他們值班的立委沒到 他們理論上應該有兩個人在現場 所以他們連綠營的人都說 真的好丟臉 九個民進黨的立委 打不過一個陳鈺貞 那今天怎麼辦 今天為了挽回面子 就用那種羞辱式的 我們來看一下鄭運鵬的說法 我們其實真的都沒有看到 那個提案的內容 然後就忽然開始表決 我想這樣是非常不恰當的 加上行政部門也都 沒有機會看到 也沒有發表意見 所以這個部分有很重大的瑕疵 而且陳鈺貞委員可能衝過頭 那他一向是衝動派的 動作派的 所以他在做這種 很細膩的政治操作 甚至需要這種社會公信力的事情 的決議的時候 卻從口袋裡面拿出一張兩秒鐘 真的要把你幹掉 這種偷渡的行為 就算他過了 也沒有意義嘛 很多民進黨立委說 要是林淑芬還在的話 就不會這麼慘了 來看一下林淑芬的說法 委員跟陳鈺貞委員我剛剛有講到說 他覺得如果要有 除非要有重大瑕疵 才可以這樣子被捧毀掉 你怎麼看 這個我想 因為我不在未完委員會 所以整個過程我不清楚 委員如果你今天在未完委員會 這些事情是不是可能就不會發生 沒有那麼偉大 不可能 好 到底是不是因為沒有林淑芬 所以讓陳鈺貞一個人做大 鈺貞委員你怎麼看 鄭鈺貞說你太衝 說你不懂政治怎麼操作 陳鈺貞可能是因為前幾天 陳鈺貞是跟我是同屆的同學 臺大同屆的同學 真的喔 那不認識 本來不認識 不像可欣純跟王定本的 他拜託法比較多一點 我們是同屆的 但是不認識 然後可能是因為前幾天 我們去看那個藻礁的時候 那大家都下去看 然後照規定這樣走 在旁邊他沒有看 然後就在那邊說什麼 大家去採藻礁 他採在沙灘上 然後我就說 同學怎麼這樣子 大家專心上課 你在旁邊做筆記要黑同學 他可能這樣子心懷 他要黑到蔡英文 對對對 所以我就說你這個民進黨的豬隊友 你怎麼看 因為現在有一個說法 認為說如果你們真的 組釣藥小組 他們到時候可能有一個理由說 買不到疫苗 就是因為你們通肥 跟安共串通了 害我們買不到 我來講這件事情 昨天整個醫師過程 事實上我們都遵照 這個醫師規則來做 那我們是有九個提案 那九個提案 當然第三個提案 比較有一些想 有一些大家有一些意見 所以先一直解決往下 一二三 三先放著 四五六七八九 整個這樣處理 回頭再來處理第三案 應該是整個過程是這樣子 然後在這個處理過程中 第九案的時候 第九案的時候 我們處理這個時候 我們是有發資料 我們都有發資料 第九案就是這個 我們全部資料都是有發的 每個桌上都有 官員也有 只是我們在問官員的 醫師人要練 都是練大指 醫師人不會練全部 每一個案子都是這樣 從以前到現在 任何委員會的這個臨時提案 都不會練全部每一個字 練完以後 那我就先問 我按照每一個案子 我都這樣處理 問那個官員說 你有沒有意見 那周署長 他就說反對 我說好 反對 反對 反對就反對 OK 好 你可以反對 可以暫時白了 就可以 那我們就 我們說反對 我們就來表決 我們看現場 就點名表決 那按照點名表決 我就一位一位點名 你要表示贊成或是反對 民進黨委員說 說他們沒有看到東西 他們不知道或是怎麼樣 那你怎麼會表示反對 你什麼都沒看到 你也表示反對 這樣你不是很奇怪嗎 表示你在投贊成或反對的時候 你根本 你根本是隨便投票 所以事實上他們是自打臉 我覺得這樣講很奇怪 然後第二個 他說什麼重大瑕疵 我問一個最簡單 因為現在很多觀眾說 這個程序太複雜 聽了沒有啦 到底為什麼民進黨不願意 讓他調閱這些資料 我覺得是因為 這中間的一些疫苗採購 之前不是有很多風風雨雨的說法嗎 什麼東洋的事件 某位立委的事件 點點點 這些事情都有太多的疑雲 你知道這個事情 他們現在弄到什麼地步 其實很嚴重 他們說什麼採購完以後 就會公布 事實上他們已經把它要說 變成密件 五年到十年 五年到十年 我們不會知道任何事實的真相 所以要一個要被掩蓋的東西 不能像民意機關公開的東西 這個其中必一定有鬼 就是機密機密 多少罪惡假如之明 就是說你們通回 來 我剛剛有說過 這個現在買哪一些疫苗 大家都知道 本來就知道的 那就是如果中國大陸 我說民進黨實在是太小看 中國大陸 這些人掌管這些政府的事務 實在民進黨這樣做 實在是有害國 才有國安危機 中國大陸今天如果要去阻撓 台灣的這個疫苗施打 他不需要知道 你買多少多少錢 這些都不是重點 他跟那些藥廠會沒有關係嗎 他的力量會比我們小嗎 不會 他就會直接去阻撓 如果民進黨覺得大陸 這種能力都沒有的話 民進黨實在太看清大陸 那所以我們釣業這些東西 不是為了這些什麼 價錢這些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前面這些到底 採購過程中發生什麼問題 有沒有什麼弊案 你要讓國會議員知道 你要讓國會議員知道 國會議員代表人民去監督政府 那你不能說什麼事情 都你覺得機密就是機密 沒有道理 所以委員意思說 如果阿公不能要查手 他不需要透過你們 他管道太多了 不是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是世界強國 你覺得他對那些藥廠的影響力很小嗎 如果他真的要做什麼事 影響力很小嗎 對不對 所以他需要知道 買多少錢才能插手嗎 他需要買幾機才能插手 他需要這樣子嗎 不用 我覺得民進黨只是找理由 找理由 好 這個新的國防部長邱國正 今天有個影片曝光了 他曾經跟他兒子講過 如果兩岸真的開打的話 要嘛就是他光榮的回來 要不然就是請他去戰場上收屍 而且講到這邊還哽咽了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休息片刻馬上回來